你好 欢迎收看4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玉慧 花莲市公所办理原住民族委员会 今年度的公益彩券回馈经补助计划 特别开办了农产栽种经营课程 让来上课的部落农民透过专业指导 可以提高农作物的经济价值 也建立小农友善种植的观念 进而打造原味直送箱子里的部落品牌 原味直送箱子里的部落就字面上指的是 将最原始的味道直接外送 为嘉贤说这也包括原住民味道的含义 而箱子里的部落则是这一次专案的异象 以箱子包装的方式将部落每个季节的野菜 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上 只要打开箱子就能感受到最棒的部落原味 我们很想再疼心不信不过前年已经开放公有地可以让原住民去采集 为嘉贤指出根据花莲农改厂研究 原住民食用的野菜可以抵御自然气候 并且蕴藏丰富的营养元素 因此透过课程希望可以重视 并且赋予新的原住民野菜价值 同时在部落的串联下 用野菜文化滚动出具有在地原住民饮食文化 并且健康概念的花莲市为旅行 我们刚刚在楼下 我们看了一些我们上天看得到的野菜 过去我都要当做是杂草 其实这些东西原来都可以使用 其实对于过去来讲物资缺乏 然后食物力 那我们祖先的智慧常常却可以发挥出来 把一些你觉得是杂草的东西 转变一下变成桌上的品质 也许到现在我们物资很充沛的时候 反过来想也许这些 我们路边随时可以看得到的一些 我们有住民野菜 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养生健康的一个食品 所以再次的还是要恭喜大家 有机会来上这些课程 我们希望说未来在这些课程完了以后 大家有具备更不一样 跟更充足的一些知识 然后来未来可以服务更多的族人们 可以跟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更多的事物 花莲市的耕地虽然有限 但是如果能够发展精致农业或是体验农园 可以找到都市部落发展的契机 魏嘉贤也说了透过这次的计划 将创造原味直送 箱子里的部落品牌之外 也将建制平台 与部落以及花莲市农友签约 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市的小农 透过整合将原住民食材 配送到消费者的家中 让小农有行销管道 也让消费者就近取得新鲜食材 创造部落小农与消费者双赢机会 记者宁简欢是采访报道